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邀请到的是品育牙医诊所的钟泰峰牙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哈喽 钟医师你好 哈喽 Maggie你好 早安 对 好 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植牙的话题 有些植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觉得听起来很厉害 但是又有点害怕 也对啦 因为每件事情都一直在进步 植牙就是大概是近代牙医界最大的一个进展 像今天早上我从我们家来台北 就发现台北的高楼大厦林立好进步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牙医学的进步 所以人工植牙从过去到现在 大概从Brenmark教授 那它在1952年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到现在已经有60年的时间了 所以其实是很长的时间了 它是一个不算新的新科技 中间还是一定一直有新的技术在衍生出来 那现在可以普遍的话主要是来说比方说是材质上面的这个改进吗 或者是说在成本上面可以越来越降低 所以才能够在这几年有突然觉得普遍性比较快的这样子的感觉吗 当然任何一项技术它开始普遍化以后 它的技术的原理已经因为这个原理已经是非常固定了 就是我们植一个钛金属的人工牙根 人工牙根其实各位听众如果不太晓得它是什么 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高科技的螺丝就对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钛金属的螺丝放在我们的齿槽谷里面 然后很神奇的这个螺丝会跟我们的齿槽谷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支柱 然后就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人工植牙 所以人工植牙发展到现在已经有 从发现发明这个东西到现在有60年的时间 其实牙医界一直在进步是说 我们针对我们的客户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每一个客户到我们的诊间 他会想说哎呀中医师啊怎么样不痛啊 不要那么痛啊 对大家最怕的就是去看牙医就是那个声音 那个痛觉 怎么样可不可以快一点啊 不要弄那么久啊 因为传统的人工植牙我们要等直下去以后就肢体放进去就是我们的高科技螺丝放在骨头里面以后 他要等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才能够接出来使用 当变成一个正常的牙齿来使用 所以现在进步就是针对客户的需求 可以不要痛吗 可以可不可以快一点啊 然后可不可以让他更有效啊 就是能吃更多的东西啊这样 当然最最后的要求大家想可不可以才便宜一点啊 对美观要便宜 又美观要便宜啊 所以那牙医学当然就是绕着这些客户的主軸去演进 达到客户的需求 对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一个质押放进去要四到六个月才能够使用 现在我们也发展出来能够当天执下去当天就可以使用的植牙 这叫立即承载的植牙 这些是我们的努力啦 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就是说植牙的这个选择上面 就是我们还是要一个目的跟这个需求性嘛 一般来说可能有些老人家会觉得说 一个一个概念是植牙好贵喔 那尤其如果又是全口的话 那更贵 那我已经有这个活动贾牙啦 可以用就好了啦 是啊是啊是啊 门诊上常常会碰到的情况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的每一种技术都是这样 你要试你的需求提供给你的患者 就是我的客户 然后他需要的 比如说对预算比较紧迫的 我们当然是可以尽量提供 横制作精良的活动贾牙 让他可以在比较少预算里面 就可以恢复他的部分的功能 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是全部的 然后恢复他的美观 当然针对一些 比如说愿意在这方面投资比较 投资自己比较多的客户 那你就可以提供他更好的技术 让他达到他想要的要求 这是我们现在牙医界努力在做的 OK好 所以在这个选择上面 我们当然也是要从自己的一个需求性来切入 再来就是说条件上 有没有一些条件上面的一些限制 比方说像指牙穿透 我们听到指牙 就是还有我有听过我的朋友就说 他指之前还要先做一个动作 要做补骨的动作 然后听起来我也觉得很痛 而且好像时间也要蛮久的 也是啦 Maggie你还真的是蛮有经验的 我们有亲朋友说 我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补骨是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说我们要种一棵树在土里面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树 土壤的宽度 土壤的深度我们才可以种 而且那个土壤的深度 决定你树可以种多深 那补骨就是在类似这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要植一颗牙齿 可是我们的土壤不够宽 不够深 或是土脂疏松 那我们就医生就会在这时候 要去改善 先改善这个状况 等于说是打好地基 我们再在上面盖房子 所以当然补骨是一项 就是它是一个技术 那当然它有它的问题 比如说每次补骨的量 并不是像我们想的 比如说我要补100分的骨头 其实有时候长出来只有60分而已 然后当然补骨也有 所以我们自己身体也要去 有一个相对好的反应 才会成功比较好 当然就是跟 因为年轻的朋友 然后他补骨的效果 一定会比我们的长者好 所以当然跟身体的反应有关系 所以一旦补骨补下去 我们没办法预测 它能够长出来多少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伤脑筋的地方 因为像 这跟缺牙的时间长久有关 长短有关吗 当然是绝对是正相关 你缺牙越久 然后你的骨头吸收就会越严重 所以骨头就会不够 就是需要补骨 那补骨当然也会 又会肿啊 又会痛啊 然后额外的费用啊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 我们邻居怎么去补骨 怎么去补骨 搞了六个月 八个月 十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做好 为什么 中医师你技术很厉害 你只要三个月 所以我牙齿就可以用 其实也不是 其实是因为 他要经历补骨 其实算 你不用 所以你就会比人家快 OK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 就是脂牙来说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的 个人化 是啊 是个人化 对一种医疗型 所以我想最简单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家里 最简单就是 你找一个好的牙医师 你跟他好好咨询 你为什么要指牙 这样 当然现在有一些迷思说 有人听到说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牙齿 自尺拔起来 然后种到前面去 种到我们缺牙的地方去 可是那个不确定性太高 事实上假设我是一个牙医师 你说我有一个缺牙区 我自己都不一定会选择 我自己都不一定会选择这种 所谓用自己牙齿支 的地方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找一个好的医生 就听他咨询 跟他了解以后 再去做决定 大概是最简单的方法 对对对 不过就这个先天的条件来说 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比较多人会好奇的 就是说 因为台湾来说的话 牙周病的盛行率也蛮高的 非常高 那牙周病跟掉牙 又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 正相关 对对对 所以那这个要做 不管是说你要做活动脚牙 或是人工植牙好了 在这之前 就是对于牙周病的一个处置 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那是一定的 就是说 假设我们在植牙之前 你的牙周病没有先把它治疗好 所以各位听清楚 你一定要先把牙周病治疗好以后 再去植牙 因为我们的自然牙上面的 牙周病的细菌 它会很快的传染到我们植牙这边 然后我们人工植牙 对牙周病的抵抗能力是很弱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再生 所以在做任何的植牙手术之前 都要确认 就是说 你的牙周病已经被控制住了 能够完整的接受植牙的手术 再开始做植牙 是比较好的 大部分的医生 都会先提你心里这一点 OK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休息一下 听广告了 大同庄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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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啊 美奈及A3B4G有让爱车变跑车了 台湾中油制造 国家品质保证 让爱车性能表现120分 来电体验集送30项爱车健检 前六名再送精美好礼 快上中油官网下载美奈及A3B4体验券 手机出示列明店家吉祥优惠 大家好 我是公众演艺角色彭老师 我是Gabe老师 2015空影1919佩度路跑开始报名了 这是一场帮助弱势儿童的公益路跑 有6K和11K 大人小孩都可以来跑哦 很多奖品等你了 路跑时间是10月17日 上午8点在新店闭坛 学英文 做公益 请搜寻空音路跑 Let's run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玉璽 一起吧 好 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非电迷时间 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品育牙医诊所的中泰风牙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好 那我们今天聊这个直牙的话题 当然也是因为牙医师在直牙这方面是专业啦 其实就牙医来说的话 现在的牙医科学其实也是蛮细分的 所以这个医生就是说如果说你本身是说要进修直牙这部分 后续其实自己还要再去做很多的学习是不是 是啊 其实Maggie你讲没有错 就是说现在在过去我们的那个年代 所以我们的那个年代 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直牙这门课程 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教育的设计 分内 分门 那现在开始有 那现在在牙医学有个趋势 就是说我们的分科越来越细 比如说我本身我是一个假牙科的医生 就是我是专门做假牙的 那当然人工直牙也有专业的人工直牙的医生 他专门就是做直牙当然也有牙周病科的医生 根管直牙科的医生 就是越来越专业 那专业的好处当然就是说 比如说中医师你每天就是做假牙 所以你的假牙会设计的很好看 非常的美观 那专门在直牙的医生 他会每天都在做直牙 所以他直得非常准确 位置是假牙科医生想要的位置 那就是分工合作的好处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 当我们要去找医生来帮我们评估 假设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直牙这个项目好了 您一定要找是有专业的医生 那当然啦 当然说现在其实现在的牙医师 其实是有一点小心苦的 其实我们一般在日常的工作要职业之外 以后我们在礼拜天 其实有时候很想陪小孩 可是我们会被要求需要上一些专业的学分在进修 所以这些都是现在牙医师提供的服务的背后的辛苦的地方 那假设说现在各位要开始直牙 那你要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 那你怎么评估这个医生专不专业 其实最简单就是你直接去跟这个医生见面 让他评估你的状况 然后你开始问他你所有的问题 如果这个医生是笑容可亲的很和蔼的 就是他的主要是想要解答你的问题 那大概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很专业的医生 然后你可以要求看看说 医生你可以给我看看 你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吗 那如果这个医生一下拿出来就是一拖拉股的案例 你知道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当然再另外一个就是 问问你周围的朋友啊 亲朋好友啊 问他你有没有被他治疗过啊 他们说这个医生很棒很棒 大家知道这个医生大概就是不会是太差医生 也可以有口碑的这个选择就对了 好因为房间这个牙医很多嘛 说实在的 如果真的要做到比较细的科目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不就是 没有办法是你跑去找你 每年帮你洗两次牙的牙医 就一定可以帮你解决了 对不对 当然当然 现在牙医师也有一般科的牙医师 通常一般科的牙医师 他可以做简单的直牙 简单的假牙 一般的牙周病 所有根管治疗这样 那但是我们的一般科 一般牙科医生 他们碰到比较复杂的案例的时候 他就会转接 所谓的专科医师 专门的假牙科医生 专门的牙周病科医生 或直牙科医生 去做进一步的 就有点像 比如说我们看家医科 看看看 然后家医科医生 我要帮你转给内科医 类似这种的概念 在牙医学现在也是 也是细分到这样 台湾的牙医学是相当的进步的 在全世界都算是能够排名在前面的 对 而且就连器材也非常的进步 非常进步 早前我都看一些什么 我国外的杂志 在报道一些什么3D的技术 然后就是量身定 其实我都觉得 哇 这个看起来好厉害 现在台湾其实都有了 其实台湾几乎都已经跟世界同步 所以现在我们会碰到很多客户 从美国千里迢迢坐飞机回来 要直牙 然后从加拿大 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加拿大客户 现在变成我的好朋友 他们就是从国外 反而不相信他们当地的医生 专程跑回来做 专程跑回来给我们处理 那当然就是也是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鞭策 鞭策我们要 所有牙医界的同仁 要努力再继续的保持这个荣耀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 因为刚刚你也讲说 医生你是假牙专门 所以我也看到就网路上面 Facebook上面一些影片 那个阿嬷找你做完假很开心 然后笑起来亮晶晶 但像做 如果说只缺几颗牙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有经验 做那个牙套好了 我们就是可能去做个齿膜 那他可能就是对照你的 那个对称牙这样子去做 可是如果像老人家 全口牙几乎都掉光光 那做这个全口假牙的时候 怎么样做得很漂亮 可以符合每个人的脸型 然后那个牙齿又很自然 现在的假牙做假的概念是说 我们要个人化了 就是说我们针对每个人的 他的外观 他的脸型 甚至他的个性去设计 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样子 牙齿的形状 对牙齿的形状 这是非常非常专业 意思是说你会发现说 有些医师在这方面 他可能比如说他是一般科医生 他就不会那么深入 那假牙科医生要求 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当然一般科医生 他会的东西 当然就是更广泛 所以是广 然后假牙科医生 可能就是对假牙比较深 了解的比较深 所以个人化是现在一个趋势 就是我针对现在比如说 Maggie你的牙齿我要设计成 因为美女就要设计成美女的样子 可以给我志玲姐姐的牙齿吗 那是一定可以的 然后比如说长者 有智慧的长者 我们要设计成 有智慧长者的样子 有些人说来找中医师说 我要一个比外观果绝一点的牙齿 他希望看起来就是很果绝 那也有客户想要跟我讲 我喜欢柔软一点的牙齿 我先生喜欢我 这就是我们要掺着个人的需求 去给他不同的设计 然后让你的牙齿做起来 看起来很年轻 比如说我们在 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增长 各位听众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吗 就是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增长 我们的嘴唇会下垂 那我们看到牙齿会变少 所以你在找中医师做牙齿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回复你牙齿可以看到的部分 所以让你笑起来变年轻了 这是一个模法 简单的科学产生的模法 然后大家就 为什么我现在突然变年轻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吗 它就是让我让你笑起来牙齿看得更多了 看起来 恢复你年轻的样子 20岁的样子 这就是当然就是牙医师专业的部分了 其实所以现在讲起来 牙医师除了说做到一个功能的回复之外 美观美化 甚至结合医美 非常的重要 现在大概客户对我们的要求 也不会像以前说 我要能够吃东西就好 现在已经是我要好看 我要能够吃东西 我要恢复往日的开怀笑大笑 所以随着这些要求 我们去给它客制化 大概是我们现在的目标 不过像刚刚一开始 我也讲到了 就是说 比方说像我们要选择 做一个人工植牙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评估自己的状况 但是这当然要交给专业来评估 所以决定找一位医生的时候 我们医生通常会帮这个病人 怎么样去做评估 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点呢 大概当然我们医生的最主要工作是 我必须要给你所有的选项 所以我在给你任何治疗计划之前 我一定要先等于说是 丈量你的牙齿 我要去检查你牙齿 我要检查你的地基 我要照一下S光片 我要拍你笑的样子 你笑到你笑的时候 牙齦露到什么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生理上的评估 当然你知道 植牙是一个稍微具侵略性 侵入性的治疗 所以我必须要知道 你有没有全身心的疾病 心脏病 高血压 没办法控制的糖尿病 这些都是我们在评估的范围 当这些资料收集到足够以后 所以试情况的简单或复杂 我们就可以给你不同的治疗计划 告诉你说你有这条路 如果是我们这样做 你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你会花多少费用 如果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会得到什么结果 会花多少费用 医师其实没有什么偏好 就是告诉你 你能够选择什么 你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大概是我们的任务 你有什么选择性 不过讲到植牙 大部分我想去求助医师的 还是长辈居多吗 目前 如果以全口来说 当然是看全口治疗的话 大部分就是 长辈的量会比年轻人多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 我的门诊中有一些 特殊的族群 它是一个青壮年族群 青壮年照理说 牙齿应该是 也许你掉一颗牙齿 花一颗牙齿 两颗牙齿 可是我们会发现 有一群族群是 它的牙齿是 是不堪使用 就是它可能剩下一颗牙齿 两颗牙齿 还摇摇欲坠 其他都是摇摇欲坠 这个族群 我认为是蛮有趣的 就是 他们其实是 被社会忽略了一群 为什么 就是说 他们有口难言 有口难言 就是他们也没办法 告诉他们的同事 他牙齿状况这样 然后一般的社会福利的制度 也比较会忽略他们 所以他们就变成 出入必须要戴口罩 不喜欢笑 一笑马上眼住他的嘴巴 不怕人家看到 这是我觉得蛮有趣 而且他们对这个 全口重建的需求 远比老人家来的强烈 他们想要做这个 因为他们的人生 现在还是彩色的 那如果这样下去 他们可能人生变黑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族群 可是这个族群 相对会不会 他们的就是心理因素 也蛮重要 因为会不会是 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们长期 已经开始有问题 所以他们比较害怕 惧怕牙医的情节 比较重一点 没跟你说的完全准确 也就是说 事实上牙齿 造成牙齿 在青壮年期 或是老人家牙齿 损坏这么严重 到几乎没有牙齿 可以正常使用的状况 通常比如说 不会是蛀牙 牙周病 还有磨牙 磨牙也是一个 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看牙恐惧症 这是当我第一次 我在很害怕 我不敢去看 第二次我也不敢去看 第三次不敢去看 第四次我不想去看 因为已经来不及 我认为我来不及 就放弃了 所以再也就真的是 就放弃它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造成全口 无牙少牙 严重的原因之一 会有这样的族群 产生的原因之一 好 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就是我们回到 这个人工植牙的 一个最新的技术的部分 在一开始 其实你有提到说 现在的人工植牙 跟就是技术的进步 有些时候 它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就可以得到 还蛮好的一个效果 如果是全口无牙 或是扫牙的 可能只剩下一两颗牙 只可以用 在过去唯一的选择 就是活动假牙 全口活动的假牙 活动假牙 活动假牙当然它有它的一些 有点 当然它有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是 它会造成你的持着骨 持续的萎缩 也就是说 有一句话说 我现在戴着活动假 大概我一辈子 开始离不开活动假 因为我能够 植牙的机会越来越低 因为我吃的股 脂肪股越来越少 对 就开始慢慢萎缩萎缩 等到六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 植牙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传统的植牙 那传统植牙 可是要等三个月到六个月 四个月到六个月 这不等时间 等它愈合 然后到现在的技术室 我们可以让客户处理完 它不好的牙齿 然后植入好的子体 让它当天就可以进食 所以在过去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完全是违反过去的牙医学的概念 但现在都因为科技的进步 牙医学的进步 然后一一的实现了 我们可以让客户今天早上来拔掉不好的牙齿 然后中午就硬抹 然后就是当然植完牙以后就硬抹 硬抹以后 经过几个小时三个小时时间 我们就把牙齿装好 就回去了 就回家了 回家就可以开始用它来吃东西了 当然不能夸张到什么去咬甘蔗咬苹果 它可以开始进食一些软的东西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伯伯 他跟我说 中医师中医师 你一定要帮我把牙齿今天装上去 我说为什么为什么 他说我要吃水饺 他想要回家吃水饺 我说那种渴望 让我觉得我的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 一定要让他今天晚上可以吃到水饺 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新的技术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可以再更仔细的来聊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 可以让他用这么快的方式来做好 这个所谓的植牙 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回来节目当中 好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非典迷时间 我是Maggie 今天邀请到的是品浴牙医诊所的中泰风牙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现在最新的这个人工植牙的技术 那你刚刚所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以全口植牙来说的话 可以用非常快的时间来去做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因为我有稍微看了一下你们介绍 说跟鞋章桥有关 所以跟建筑有关 所以Maggie你都会先做功课 当然当然了 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有针对全口无牙扫牙的客户 一个比较相对新的技术叫做 All on four 就是全部的意思 在四个on就是四颗 总共在四颗子体上面 基本上它的设计是有为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 就是以前我们认为指甲是要把正正的打在脚股里面 那All on four设计是它利用两颗正的子体 和两颗斜斜的子体 它可以利用力学设计的原理 可以建构出很强的支撑的力量 还有它的初期稳定度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方法做上去以后 就是因为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让你回去马上就可以吃东西 是力学的设计 所以就跟学长巧一样 OK 所以它是可以把我们咀嚼 其实我们人咀嚼的那个力量非常的大 对不对 我们的牙齿好辛苦 中期医生都在接受那一个很大的承受力 是不是 对啊 以All on four这个技术 All on four我们中文叫做全口竖定子 就是快速稳定的意思 全口竖定子 就是我们现在在设计一个甲的时候 其实对比如说你问 你在问一个甲牙科医生 你说中医师啊 你做甲牙 你最怕我们去咬东西 咬什么痕运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那不是我最恐惧的 我最恐惧的是在夜间抹牙这一块 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你没办法控制 更可怕的是 Maggie你也不知道你有夜间抹牙 对啊 没有人讲的话 床边人没告诉你的话 就算你整边人也都不知道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常常我会碰到我客户跟我说 中医师我不可能有夜间抹牙 我绝对不可能有 然后我就帮他做一些装置 让他戴在嘴巴里面 晚上睡觉去保护我 帮他做了假牙 然后再下次来看到 哇怎么磨成那样 中医师真的有 大部分客户这时候开始欣赴 我真的是夜间抹牙 一般牙科医师 你会发现他做的东西 你会发现怎么陶瓷破裂 怎么 医生啊 你怎么做的技术不好 你把我牙齿做 这样怎么回去咬几人就坏掉 那医生就很紧张 看看 哇糟糕 你可能有夜间抹牙 我要开始保护你夜间 把你在你夜间的时候 保护我的 帮你做的假牙 这样 我常常跟我客户讲说 我每次客户带了牙齿回去 我跟他说 我就跟他就是 那个 黎晴依依的告诉他说 摸摸阿贝 你要帮我好好照顾我的牙齿 好保护我的牙齿 不要把我的牙齿咬坏了 给他一个保护的 假牙的咬合板 预防夜间摸牙 保护牙齿 OK 好 所以像刚刚有讲到的 就是说 用四个支点去把它固定 其中两个是直的 两个字是斜的 然后去 等于是说把那个压力给分散掉 那 保护 但是后续的保护 还是非常的重要 犬狗 竖定指牙 这个技术 最棒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 执这个指牙时候 我们不需要 你在 每个地方都有 很完整的骨头 脂巢骨的结构 所以我们只需要 在你的口中 找到四个支点 可以置入这四个子体 我就可以帮你 做好整座 就可以帮你 整个建筑物盖起来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 第一个我不需要帮你 我们可以避过刚才 Maggie最害怕的 补骨那个程序 你不用 回去肿得像个猪头 然后同时想说 哎呀你被谁打 这样 所以这四个支点 是用比方 X光去扫描 做一个全口的 3D的电脑断层 去扫描 我能够在什么地方 放入这四个子体 那当然这是医生的 专业部分 也要经过计算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精密的 就是你可能到最后 你差一点点都不行 那拉力 斜张桥拉力也要算 对对对 这些在 在过去已经有 长久的研究报告 其实事实上 以全口 宿定指甲这项技术 在国外 大概已经有20年了 那在台湾 是从这几年 5到10年 才有医师 陆续的 把它引进的原因 大部分就是因为 国内医师 对这方面 新的技术 是非常的 借据谨慎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 我用了一个新的技术 才出来两三年 然后我用在 我的客户身上 结果我客户回去 有问题 怕客户变成白老鼠 客户变成白老鼠 而且我的客户 通常都跟我的朋友 差不多 然后结果 就连朋友都做不成 对我们来说 压力很大 所以那现在 全口宿定这个指甲 在国外已经有 长达10年到15年的 追踪报告 它的成功率 相当相当的高 然后你可以想象 这种技术 你又不用补骨 又可以让你 当天就可以 有牙齿吃东西 然后可以让你 做完夹 人家根本不知道 你去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今天笑 怎么笑 那么好看 就是这种技术 是非常非常棒 对我们 不管是我们的长者 或我刚刚讲的 就是隐藏在某个社会 被忽略的那个 群状族群 群状族群 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技术 让大家可以 把人生 从黑白 又变回彩色 对 那所以 它的失利的方向 失利的 肢体的位置 然后 这些都已经被精密计算过了 有无数的文献报告 告诉我们 这次是安全的 所以大概一般 我们的民众 听众 就不需要太担心 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你刚刚也有提醒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可以很快的 就看到一个 还不错的成果 可是还是在 前几个月 要注意使用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要等它的子体 跟我们的骨头 就是连接在一起吗 对 没有错 Maggie 真的是明察秋毫 事实上 一般的人工植牙 我们刚刚提过说 一个人工植牙 放进尺操鼓里面 它大概要 三到六个月的 愈合期 所以 犬狗输定植牙 它也需要 这个愈合期 但是 我们可以让你 马上回去 吃东西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用 写杖桥的原理 把我们的子体 固定在一起 让它可以承受 一定强度的力量 那代表说 你回去 你不可以吃任何 太硬的 太韧的 啃巴辣 不可以啃 不可以扯 比如说你这样 有客户说 我今天晚上 我要去啃那个 叮鼓牛排 我就开始冒汗 说千万不可以 德国猪脚 他说 我当时看到那个广告 他说可以咬甘蔗 我说千万不要 牙医师 我中医师微博的 像是 帮我保护我的牙齿 就是正确的使用观点 在这前六个月 你只能吃软性的物质 什么叫软性的食物 比如说 吃饭 吃面 吃鱼 吃肉 吃菜 喝牛奶 豆浆 蛋 什么 都完全没有问题 任何你要用力扯 用力啃 的东西 那都绝对要避免 对 所以就是还是要度过一个 这个愈合期 那之后就可以 之后以后我们大概就会开始设计 你的第二套甲 因为通常在手术当天会给你一个 那是叫过度性假牙 让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开始有 就有正常的设计 正常的 咀嚼的功能 那在六个月以后 开始我会针对你这六个月 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我对我们客户 使用这套牙齿的观察 然后去帮他设计一套全新的 更好的材质更好 让你可以使用更长久的正式的甲牙 那可以带多久呢 现在的长期的追踪报告 比如说10年到10年的甲牙的存活率是99% 所以还可以更长 一般客户当然想说10年 其实10年我们来想看 现在我们来买一台300万的宾室车 不要说宾室车 BMW非常棒的车 10年后我们放100台在街上跑 10年后有多少台呢 在街上跑 你就知道我们的甲 10年后还要有100个甲 也没有99个甲 都还在口中正常的服役 你就知道这个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项技术 好 那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的是品育牙医诊所的 中台风牙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最新的 植牙的技术 那也谢谢周医师的分享哦 感谢Maggie 最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王牌女神AOA 带来这首歌曲 Hard to Take 我们下周见咯 我们下周见咯